以前的世代律師、醫生、教書先生入三甲 但新的世代新的報告已經出來了 亦做了很大的小學生的報告 究竟新的三位呢 原來頭三位完全是李麗玥、陳彥騰 你們全部擁有了 你們擁有了這個年代所有人恨做的事情 新一代小學生的我的志願已經改變了 根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做了去年的一個千多個小孩的調查報告顯示 他們已經改變了 剛才所說的醫生、教書、律師三甲都不入 入了什麼呢 就是做李麗玥和陳彥騰 明星 歌星 你們明星、歌星什麼都有了 我是巨星 還有那星 還有他們很有趣的 原來他們的填 他們很喜歡 原來我們三個都應該共享 他們小孩子很喜歡做明星、歌星和DJ DJ一向都是 DJ一向都很多人喜歡做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很多人喜歡做 我們都覺得可以說話 很開心 可以開麥克風 自己在嘻嘻 喜歡說什麼 但是又真的 你不覺得 如果在相比之下 比如說唱歌 或者你拍戲 沒有做DJ 能夠發揮到自己的所長 因為那些始終你都有個劇本 或者是首歌 我真的要照首歌唱 因為我們三樣界別都做了 唱歌我也沒有做 我們都唱過 你也登台 我也有張唱片 死了紀錄裏也有張 唯一一張 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 兩張 兩張很厲害 一張是台灣、一張香港 對呀 我們台灣才比香港 對呀 畢竟有個記錄 港台 應該是林志榮那一批 對呀 人家小船風 然後是歌星 麥船風 麥船風 明星 DJ我們三樣都做了 三樣來說 最困難的是DJ 老實說 最困難 因為像你所說沒有劇本 對呀 要自己準備 靠你自己準備 還有你平時所看、所見、所聞 平時吸收多少世界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人要做 對呀 導演也是你、演員也是你 寫劇本也是你 出Rundown也是你 做得不好也是你 對呀 好又不好 沒有人聽的是你 對呀 有時候你可能說了一些不合聽的東西 別人又說你 對呀 又批鬥你又罵你 說你為何要這樣說 全部都是歸自己 對呀 挺好啊 所以難一點的 三樣的界平星、歌星和DJ 最困難的是DJ 原來新的世代 小孩子還有一件事 他是現在新的小學生 他們有兩樣東西 是這麼多年沒有進來的 在過往二、三十年 從來這兩個職業是沒有進來的 但是現在進來的就是我的志願 從來沒有 是 一個就是電腦遊戲程式員 應該呀 這樣就是了 這些是最近這十年八年的事情 對呀 這麼流行 那些小孩子都很癢 原來小孩子都很癢 做明星 可能他們覺得Celine 九歲人仔 然後就可以紅遍國際 他們覺得很威風 還有我覺得韓風有很大的影響 韓風 有很多選秀 那些節目 會令你覺得比較容易 還有他們會覺得跟他們近 近的意思是什麼呢 例如他們說我的志願 那些人問他們想做什麼呢 當他們八歲人仔九歲人仔 就是八、九歲 他們覺得距離十四歲很近 因為十四歲就可以去Super Junior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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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入隊 對呀 他覺得我還有幾年而已 對呀 但是那個醫生 律師的距離很遠 對呀 對呀 都要二十幾歲才行 對呀 通常想著做明星 要一夜成名 這班人 通常都不喜歡讀書 那我就不知道 他就覺得 唉 需要讀這麼多書 做一下明星好過 學一下唱歌 學一下演戲 這些不用講學歷 這件事是 講天分 對呀 但是你醫生 這些專業人士的事 全部都要讀多少 陳彥恒 因為你已經做了 你知道嗎 原來很多小學生 我的自然 我要做明星的第一格 因為你已經做了 你就不恨 原來很多小朋友都恨 例如你已經做了明星 你當然不恨 很多小朋友都恨 我也知道 其實不單是小朋友 很多人都恨 因為他們感覺上 這個行業 跟你以前了解 毛特兒一樣 背後的辛酸 但你只是看到風光的一面 出來穿漂亮的衣服 走紅地毯 走紅地毯 很多人擁大你 閃光燈上去拍照 然後去拿獎 又要說說得獎感受 多謝爸爸媽媽 其實他只是看紅那班 紅那班他都沒有看到 當然 永遠都是看成功那班 紅那班他都沒有看到 多麼慘 你運動員也是 對呀 考第二 你記不記得 第二 全香港只有你 你花一個玩風範嗎 你不拿獎就不當你是 只有黃金寶 他們 牛夏女神 踩單車 很多的 但運動員也不是說 那麼多人想做 也有 也有 但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 最多頭一位 真的 我要做明星 人們覺得很簡單 因為 世代轉了 我要做明星 但最新進去的 除了電腦遊戲機的程式員 還有一件事 恭喜你 李禮裔 陳彥恆 你們已經拿了 做什麼 你們拿了 我們拿了 印志願 很想做這件事 你們已經做完了 Youtuber 大家都是 Youtuber不難 很難 你當然不難 你多謝阿草 多謝Samuel 又是幫你放一些片 多謝他們 你以為這麼容易 有十幾二十萬的 點擊率 Youtuber全都做到 只不過是看你一個 受歡迎Youtuber 不受歡迎的Youtuber 他應該要寫著Youtuber 豁湖受歡迎 多瀏覽人數 你也見過很多 無無畏規 在家裡說 OK 有沒有人在 我要吃飯給大家看 但也有很多 這些Youtuber 沒有人看 你自己只要有手機 就能拍到 你就是Youtuber 只不過是受歡迎 和不受歡迎 我想他們說Youtuber 是受歡迎那批 出名的那批 火雞姐那批 對呀 在家裡找些東西拍下 然後又收錢 又收錢 所以他們最新的 小學生的我的資源 想不到就是恭喜你們 因為你們已經是Youtuber 你們已經成為Youtuber 大家這麼說 其實我們三個都是 無心插樓扭成金 我們是否也要回來開咪 但想不到我們開咪 只是一雞兩尾 西上Youtube受歡迎 那你感激阿草 感激阿Samuel 多謝Samuel 多謝Samuel 其實也要多謝D100 是阿草和Samuel 捧紅了你們做Youtuber 其實是的 我們認識鬼的東西 我們只要回來做節目 誰知道就是一雞兩尾 拿出雞汁出來 但也覺得挺好喝的 挺棒的 有什麼感覺 新的雞湯 拿出雞汁 兩滴雞汁 一雞都在大家煮豐蘇 有拌了一碗飯 我經常沒有想過意外之才 簡直是意外之才 要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他們不看就讓死 對 你們有吸引力 不是我們 是你 每個人放在Youtube 都有人看 說真的 找何小姐進來坐 到何小姐都可以分辨 誰進來坐在大家爭風騷 這個節目都可以分辨 因為現在做Youtuber 競爭力很大的 當然 其實很多片放上去 每天很多片放上去 很多的 你能夠上到頂一格很難的 很難的 所以小孩子說 你想做Youtuber 其實就告訴你 你真的要多讀一些書 不是就這樣說兩句就可以做到 更難過做明星 我覺得做Youtuber 更難過做明星 Youtuber不是有自己的風格嗎 就像火雞姐這些 有自己的風格 你要找到自己的風格 應該很難 很難 你明白嗎 當然我真的挺欣賞 我挺欣賞就是 Justin Bieber 我不管他的私生活 但是他由一個小孩子 開始自己這樣唱歌 唱到全世界 他都是靠Youtube 他很早期 把自己的片段放上去 早期Youtube 我是覺得他挺成功 挺厲害 我挺欣賞他的 他是天才來的 但是你想想 每個人都放唱歌的片 為什麼會跟Justin Bieber 因為他真的唱得好 有些唱得不好都放上去 那些就是被人家 被人笑 真的會 所以在這個競爭的世代 還叫做國際競爭 你要有實力 擺上去 其實也是一個競爭力 所以新一代的小學生 也選了 他們想做明星 電腦程式員 也是Youtuber 一些新的東西 你想想 又不用去見工 又不用去面試 又不用被學歷 又不用被老闆罵 又不用上班 交通錢都下降 總之就是 自己睡醒 開張椅子 開兩眼燈自己 就是 Youtuber就是一個懶人 不需要成本的東西 只要做到有自己的風格 別人喜歡 那你就有錢可以貸 我覺得挺難的 挺難的 我覺得大家看的是 容易和成功的人 對 看不到下面的那些 多少人放了影片之後 的瀏覽是低的 很多的 因為你們得到 你們就覺得 原來這麼容易得到 很難得到的 不是不是 我都很珍惜的 其實那個樣子不像 但其實很珍惜的 我都看你不要感激阿草 阿Samuel 有感激的 是嗎 感激的樣子 你看看 是嗎 感激的樣子 他又不要了 他才知道 哈哈哈哈 所以新的世代 根據這個 女基督教 就是在青年商會 做了一個調查 新世代裡的孩子 已經有新的志願 除了這個 世代已經轉 醫生 律師 和教書先生 都已經再不入三甲了 教書先生早應該要out 為什麼 那些學生又難教 那些學生又這麼大 還要把鬼嗎 還要加上殺校 對 教書先生 真是最慘的工作 你這番話 真的要很小心 對 所以就是這樣 但有時候你的職業 你未必說 我要賺到錢 對嗎 我要高高再說 有光環 我覺得他們的職業很偉大 但同時我已經覺得他們很慘 我只可以覺得 在香港做的一個教師 其實是很崇高的職業 但很無奈的就是他們現在的制度 令教師要做很多無謂的行政工作 令他們很辛苦 而且現在的家長都真是兇了很多 對 那些怪獸家長 以前教書先生的地位真是很高的 但隨著歲月真是低了很多 這也是事實 但可以介紹一本書給大家看一下 這本書是小師寫的一本書 叫做春風化育 但看完之後你就明白做老師的辛酸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要一班學生聽你說的 多麼難 只要一班學生有個梁師 要和李仪裔在這裏 那個老師應該只剩下半條人 你好好 你做學生的時候你好好 你以為你老師不會嫌棄你 你經常拿鏡子出來照的 我知道我老師已經放棄我了 所以他一定不會激死他 內容來自今天的港文版 看大眾我們接近尾聲 下午約定大家明天準時10點再見 拜拜